第一次来韩国都需要带些什么 马上就是开学季了 加上韩国入境政策放开 最近可能会有很多来韩国留学和工作的小伙伴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韩国的话 那么下面这些东西千万不要忘了带哦 第一个转换插头 来了韩国之后我才发现 韩国这边的插孔和国内的是不一样的 国内的是这种扁的 而韩国的是这种源头的 所以一定要备一个这种的转换插头 防止你的充电器在这边用不了 第二个韩国临时电话卡 在某宝就能找到 虽然韩国这边很多地方都有WiFi 但是还是背让比较放心 韩语不太好的话 一般留学生比较多的学校附近 或者像大林安山等中国人聚集地 都会有中国人开的手机店 到时候也可以去那边办电话卡 不过也要记得提防点同胞 凡事多问问多查查 三国内的电话卡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使用国内APP的时候 都是需要收验证码的 有的人以为来了韩国之后 就用不到国内的电话卡了 或者把国内的电话卡注销了的 如果你还想用国内APP的话 可千万别这么干 四少量现金和银行卡 可以在国内就换好一些韩币带过来 也可以到了这边再换 有一些自动取款机呢 是可以直接用银联卡和Visa卡等 取出韩币的 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 手续费高点就高点 千万不要和网上不认识的人换钱 以免被骗 严重的还可能进局子 五重要文件 像是国内的身份证 护照 白底证件照 核算报告 电子签证 标准入学通知书等 具体还要看海关的政策要求 所以出发之前一定要确认好 还有随身携带一支笔 飞机上可能要填入境单和申报单之类的 六常备药 虽然韩国这边药店也很多 但是刚来韩国的时候 韩语还不怎么好 加上他们药店周末还休息 买药就很不方便 所以还是带一些管头疼脑热的药品 也好应对紧急情况 其实第一次来呢 真的不需要带太多的东西 带一些必备物品和少量的衣物就行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到了韩国这边再买的 像是生活用品可以去Taiso 那里各种生活用品都有 而且特别便宜 最贵的也才27块钱 在地图上搜你附近的Taiso就能找到 而且韩国的中国食品店也特别多 零食调料基本都可以买到 化妆品也不用带太多 韩国到处都是化妆品店 买衣服的话就去各个大学的商业街 既便宜款式还多 要实在就想用国内了 现在中韩物流也很方便 行李转运过来用不了太多钱 我把整理好的清单放在最后了 大家可以截图收藏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问的或者好的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关注我 分享更多韩国干货